文,贪图肖战,写在开头,人间烟火气,最府烦人心,世间的温柔,记得给爸爸妈妈留一份。 肖战也把儿子在面对家长时的小孩子气和温暖,那一面都表现出来了。 有几个细节最触动我,就是战战看见母亲的白发,准备拔掉时,母亲不让拔。 说越拔越多,真的感叹一句,看到这瞬间,鼻子就酸了,让潘潘都想家了。 而且,和燃烧时期的全家福和其相似,原生家庭里被爱滋养的孩子,不由自主地跟着嘴角上扬。 真好,虽然潘潘一直夸赞肖战的演技,不过,不认同有人说肖战天生吃演员饭这一句话。 因为考古,我知道肖战最开始连怎么摆拍照姿势都不会,是他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。 才变成现在毫不费力呢,而且现在,似乎很多人都忘了,他是因为演技才有了现在的流量,而不是先有的流量再当的演员。 写在结尾,最后不得不说,真的好喜欢肖战的这个笑啊,就是对最不用防备的人露出最不防备人的笑,真的是纯净温暖的笑容,传递最纯正最真诚的心意。 但小兔只有遇到小朋友和家人的时候,就会这样眯着眼睛笑容。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明天再见吧。 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欢我的话,可以点个关注再走哦,我每天都会更新的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